我們看這個粒皮20.5 它說分子可以近視體模擬為一個位 S等於A的正電腦跟S等於負A的負電腦 然後求位於Y軸上的電廠 就這個軸上的電腦 比如說這一點 它電廠多少 並求出在距離及遠處電廠的近視關係 它怎麼做 這個正電盒在這裡建立的電廠 我們知道電廠1 1萬毫 這個我叫做R1 R1 平常用之 KQ 然後就R1 然後我把它寫成這樣子 R1的三次方用之KQ R1 我們來看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是吧 這個位置叫做0Y 這個位置就是等於A0 R1 所以R1等多少呢 就這個點這個 所以是負AY 那R2呢 就等於那個 R2的話是這個 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是這個點這個 這個位置是負A0 這位置是負A0 A0 1兼的話 這個是A0 營 然後認為我們叫這個 R1 等於R2 等於根號 A0加Y0 這個 然後呢,這個1,2也是這樣的算法 這是R1的三字方法 K,不過這是負Q 負Q呢? 這是R2 防上這個 好,那我就把兩個等下加起來 這兩個等下加起來,這個不然我們先算一下 好,這個算是等到 A平方加上Y平方 那我這三字方法 K,Q呢? R1是負A Y 然後這個叫什麼呢? 這跟之前那一題算很類似 那一題的話,這裡是負Q 那等一下加起來的話 Y會消掉 這是負的KQ 這二分之三字方 然後R2的話,是等於A Y 然後把它加起來,有沒有 這有負Y,負Y跟Y消掉 那這負A,這負A嘛 所以兩倍的負A 所以你知道什麼呢? A輪紅加Y平方的 二分之三字方 然後這是負的兩倍的K Q 那A 然後這E零 這樣子 所以可以把它寫成... 好,那當你的那個Y很大的話 那這裡A就被省略了 因為它比起來就很小很小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不能這樣寫 就是把它加起來 這兩個把它加起來 這兩個把它加起來 這兩個把它加起來的話 就是總電場 總電場的話 等於多少呢? 總電場的話 然後 1 就是1 1加1 把它加起來就是分母一樣 所以是A平方 加Y平方 二分之三字方 那加起來這個Y跟負Y消掉 這負A在負A 所以是負的兩倍的KQA 它方向是I的方向 所以是負I的方向 也就是說 它在這裡 這電場是往這裡 它這電場是往這裡 它這電場是往這裡 那兩分給它加起來的話 就是往水平方向 那當你呢 Y點大A的時候 這區域比較長 趨近 這個就省略掉了 變成Y的三字方 大家知道 這個是負2KQA 所以它跟什麼 它跟那個Y Y 現在可以把它看的是距離 因為這很短 很短 可以看的是電腦極 這距離很短 看什麼電腦極 那電腦極在這裡 這個電場 就跟距離的三字方 乘反比 距離的三字方乘反比 跟Y的三字方 是乘反比的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動動腦 動動腦 他說 在遠離電腦分部處 你測移到電腦的強度 比如說這裡的電腦強度 是等於800Nm 如果將你以電腦分部的距離加倍 這電腦強度會如何變好 分別考慮電腦分部模下A 如果是一個點電腦的話 那點電腦在這裡 建立電腦跟距離的平方乘反比 因為這1 等於R平方乘反比 所以它跟R平方乘反比 那這樣的話 距離如果加倍的話 那就變成四分之一倍 就變成四分之一八百 所以等於200Nm 如果是電腦極的話 那我們知道電腦極的電腦 跟距離的三字方乘反比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1 它跟什麼 這一個R就是Y 這一個R就是Y 跟Y的三字方 或者R R的三字方乘反比 所以B的話 得到的話 得到我們叫做 1' double' 就會等到3 除以距離的那個三字方 現在R變2 所以變成2的三字方之八百 所以變成100 100牛頓的力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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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